- 要押索 - 等到两天晚上 - 等到两天晚上 - 等我吃了吗 - 这是什么爸爸 - 吃了我的肚皮筒吗 - 阿来西亚旅游说 - 多少忙你 - 捐地你 - 究竟你要9000吗 - 这三十多 - 吃了麻烦哈喽 - 哈喽大家好,我是八九 - 最近中国又祭出了暖心的 - 亲民调休廉价 - 这让很多小粉红都不好吃 - 中共宣布啊 - 从4月4号周四放到4月6号周六 - 但是4月7号周日跟4月28号的周日 - 都要补班哦 -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中国网友的留言哈 - MD的一个亲民节 - 还要TMD的调休 - 补一天就已经很恶心了 - 补两天是什么意思呢 - 亲民节不就是法定节假日吗 - 可能专家可能这些提案的人都不用记住吧 - 谁让你调的 - 我给你烧两根箱 - 祝你亲民节快乐 - 怎么算我还倒扣一天假 - 好,TMD的离谱 - 调调调你怎么不把我的工资也调调呢 - 那我们现在双休还没落实到位 - 这就受不了了吗 - 建议你们去看看今年的中秋和十一调休 - 我本来就是双休啊,现在女儿条 - 身为一个坚定的祖国统一分子 - 身为正统的中国人啊 - 我只能说啊,党的政策非常的好 - 非常的棒 - 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 - 十八县城台湾省的清明年假 - 休假规定是怎么样呢 - 从4月4号周四一路放到4月7号周日 - 不需要补班 - 那根据小粉红的说法 -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- 也是一个省 - 你们两会上就大啦啦的写着台湾省代表 - 我们还不是特别新政区啊 - 所以就代表我们跟山东省啊 - 湖北省啊湖南省是一样的地位 - 一样的权利对吗 - 那所以究竟为什么 - 身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 - 可以不用补班呢 - 为什么唯独一个省跟其他的省不同步呢 - 难道是中共对台湾省特别好吗 - 还是说 - 你们的微博跟一些网友骗我 - 什么28号也要补班 - 是骗人吗 - 还是4月7号要补班是骗人的吗 - 还是说台湾不属于你们中国的一部分 - 你们挑一个承认吧 - 而最近不是很多粉红在墙内 - 批斗自家中国产品 - 抵制农夫三全啊 - 为了买哇哈对吧 - 昨天呢 - 有一个小粉红为了买哇哈买到哭了 -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荒唐的片段 - 也是找妈哈哈了 - 买我也是找妈哈哈了 - 但是咱们北方就没有抢空呀 - 我没有在北方见过这种大的AB盖男 - 我只见过这种小的AB盖男 - 还有小的爽麦麦 - 但是今天我在这边看见了 - 超市摆了一整排的AB盖 - 各种妈哈哈的饮品 - 还有营养快线 - 太棒了 -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- 水它可以是反华的 - 也可以是爱国的 - 真的是非常的荒唐无语 - 而最近啊 - 在中国有两家7- 星光店 - 跟莱蒙店 - 他们宣布 - 即日起停止贩售农夫三权相关产品 - 店内可销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 - 但不会销售中国企业昧日行为的产品 -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- 谢谢配合 - 我们都知道7- 的总公司总部在日本 - 也是属于日本的企业 - 然后 - 你身门要不要关啊 - 中国的身门先关一关啊 - 不知道要怎么呛 - 太荒唐了对吧 - 而不仅如此 - 还有一群小粉红啊 - 跑去日本啊 - 韩国马来西亚英国大闹 - 这四个国家啊 -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粉红大闹马来西亚的版本 - 前台在哪里 - 前台在哪里 - 因为语言不同和司机无法交流 - 结果找错了酒店 - 但愿不要再出错了 - 来跟隐得 - 这大哥说了啥就往那边走 - 算了跟着他应该没错 - 刚才那个大哥来 - 要抛肩 - 听不懂 - 听到两天晚上 - 没有中国 - 那我给你找个翻译 - 给 - 护照 - 护照 - 护照 - 啥子意思 - 不要扫你说普通话嘛 - 一般你们这里几点钟退房 - 喂 - 这啥子嘛 - 十二点钟那个意思 - 这个是什么 - 给我的吗 - 给我吃的吗 - 这是什么爸爸 - 吃了不得肚皮痛吗 - 整天睡来干 - 来问的过来 - 二十零元 - 啥子 - 又被 - 又被一车 - 听不懂 - 整地听不懂 - 阿来西亚旅游税 - 多少忙你 - 二十零元 - 二十零元 - 九十两九千吗 - 这么多 - 明天早上有没有早餐 - 吃一楼 - 当我走了 - 明天晚上有点晚了 - 好啦 - 我们看完这条影片了 - 明显它就是故意的嘛 - 你明明会说英文 - 哎 - 故意不说 - 也说不好 - 最好是出国 - 这种基本的 - 最简单的 - 国小生都应该会的绘画 - 你不会讲 - 连护照的英文 - 都不知道是什么 - 出国都不用做功课吗 - 人家给你吃饼干 - 你说这个是把把 - 然后你最后还把那个把把吃掉了 - 大家也记得去年一堆小粉 - 跑到欧美也是这样拍 - 对不对 - 拍了各种各种的影片 - 跟那个店员说中文 - 有时候在片尾或是片头的强调 - 哎 - 中国人就是要说中文 - 对吧 - 中国强大啦 - 外国人看到我们 - 都要学习中国话 - 因为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 - 国家越来越强 - 是他们要来学习我们 - 而不是我们要去讲英文 - 很多欧洲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母语 - 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 - 他面对亚裔啊 - 面对什么外国人 - 他们做观光业的 - 他就是讲英文 - 而且你在海外你才是外国人 - 而粉红也会说什么 - 外国人在中国要说中文 - 但我出国到欧美国家 - 他们要说中文 - 啊怎么样都中国要赢对吧 - 其实也不难理解粉红的这种心态 - 因为最近中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 - 取消了英文翻译 - 而也呛道中国在崛起 - 全世界都要说中国话 - 你看过美国白宫记者会 - 有出现中文翻译吗 - 没有 - 那如果没有的话 - 为什么我们要有英文翻译呢 - 你要不要看一下 - 你后面那个蓝色看板 - 下面那个是写什么字 - 中国字啊 - A B C D 是中国字啊 -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- 日本的事情啊 - 因为小粉红在日本的一家纪念品店 - 看到了各国国旗跟日本国旗结合的徽章 - 但他发现啊 竟然有一个台湾跟日本并列的徽章 - 并且发文痛骂日本搞台独 - 是不是都不想要赚咱们中国人的钱啊 - 我想跟你说啊 - 你自己没有发现中共国是 - 亚洲临近日本卖的最差的一个吗 - 新加坡的卖光呢 - 其次是台湾的 - 顺便跟你说啊 - 在台湾旁边的这个雪山四子旗 - 严格上来说 - 它也是辱华 - 雪山四子旗是什么啊 - 也就是现在西藏藏独的国旗 - 当然啦 为什么这个销量跟中国一样都没什么人买 - 首先啊 - 我们要知道一下 - 藏人跟新疆人出国是比中国其他省份的人更麻烦 - 注意啊 - 我这边说的是平民一般阶层 - 不是说什么在新疆当官的啊 - 或是新疆的明星 - 西藏的明星 - 我不是说那一类人 - 我是说就一般像我们这样 - 他们连在中国自己境内 - 去其他省份 - 租旅馆去地铁安检 - 查这个省份都会另外再被加强待遇 - 这个网路上其实非常多的影片 - 我以前节目也有连线过西藏的人 - 新疆的人 - 对吧 - 他们也跟我们讲这个 - 国家规定的在那边 - 你的新疆人不能住是吧 - 习近平主席 - 习近平主席规定的人 - 我也不是微博主 - 我也不是微博主 - 我也不是微博主 - 嗯 - 跟新疆那边的人不让入住是吧 - 但是他不支持 - 是你们这个公寓明确规定的 - 是吧 - 但是是不支持 - 我们今天遇到了很大很大的事情 - 知道吗 - 我们来到广州 - 然后去酒店 - 酒店不会让我们住 - 你们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- 他们说新疆人不能住 - 你如果要取得护照 - 你要先去当地派出所申请 - 然后层层审批到最大的警局 - 之后再交付给办理护照的单位 - 都通过了这个图表跟流程 - 你才有机会拿到这个护照 - 然后再去申请签证 - 再出国 - 所以为什么这个雪山四字起脉不太好的原因 - 也在与此出国的技术太少了 - 除非是已经跟达赖那群出逃的后代子孙 - 那一批例外 - 但是相比中国人的技术 - 他们还是非常的少 - 我们还是把重点拉回来 - 身为一个中国人 - 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- 配合爱国的运动 - 那现在爱国的运动是什么 - 抵制日本的一切 - 首先你去日本玩 - 你就要先把自己给批倒了 - 批倒了对吧 - 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 - 我们发现日本主要的国旗的 - 最醒目的颜色也是红色的 - 你又说日本插中国友好 - 是什么意思 - 日本要插中国 - 所以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红色 - 照亮了血染了中国大地 - 好 - 然后还打着这个虚伪的友好 - 你们想要干嘛 - 你们想要做什么 - 中国的国旗到底在干嘛 - 建议去批斗一下 -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日本的元素 - 公众号 - 封号跟禁言的图案 - 伤害了14亿人民的感情 - 爱国知识 - 你们要不要抵制一下 - 还有这个哈 - 中国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- 为什么是刀和叉 - 而不是勺子和筷子 - 细思极恐啊各位 - 你们想要干嘛 - 你们想要做什么 - 中国人就要用筷子 - 懂不懂 - 我们再看 - 一个中国女孩穿着和服 - 被扭到了派出所 - 女孩不愿意进去 - 说派出所这个词 - 本来就是从日本传来的 - 警察没办法 - 站在门外 - 要她交罚款 - 因为没有现金 - 警察拿出二维码要她扫 - 女孩拒绝交钱 - 说二维码也是日本人发明的 - 坚决不少 - 警察最后没办法了 - 说你走吧 - 看来你比我更爱国 - 警察这个词 - 好像也是日本传过来的 - 建议改为寻补会更好 - 寻补 - 补快啊 - 对吧 - 包青天嘛 - 所以以后不能叫警察 - 什么please officer - 这些都是英文词啊 - 中国人说什么英文啊 - 补快 - 补透 - 听不听得懂啊 - 接着我们来看这篇 - 韩国版的粉红 - 我发现我出国之后更爱国了 - 刚到韩国入境处的时候 - 站在我前面有一个台湾的导游 - 因为在我们队伍最前面 - 还有一个拿着中国护照的男人 - 被韩国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叫过去抽查了 - 然后台湾旅行团的人啊 - 就问那个台湾导游 - 这里是不是检查得非常严格呢 - 结果 - 那个台湾的女导游 - 就用非常细虐的语气说 - 她们拿红皮护照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- 她们非常容易被抽查 - 发出那种很细腻的嘲笑的声音 - 我觉得是不是你想太多了 - 玻璃心的人、自卑的人 - 听什么都是嘲讽 - 你如果是一个自卑的人 - 你走在路上都觉得 - 别人在嘻嘻哈哈 - 都是在取笑你穷 - 或是取笑你的外貌 - 而这有英国版本是怎么样呢 - 最近有一位英国伦敦大学的老师啊 - 近期在课堂上引用了 - 2014年全球奴隶制的指数 - 那这份报告里面说什么呢 - 第一名最多奴隶数量的是印度 - 第二名是中国 - 比例上最高的是朝鲜啊 - 什么乌兹别克 - 而这个现代奴隶的定义 - 跟我们那种传统古代那种概念 - 是不太一样的 - 我被卖身啊 - 我被囚禁啊 - 我要去跪着服务人家 - 也不是像铁链女那种 - 而是你有没有强迫劳动力 - 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时间 - 你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- 没有相对的待遇 - 而全世界每个国家 - 都有比例高或低的问题 - 但是从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啊 - 符合这些条件最多最多的都是亚洲的国家 - 或是非洲的国家居多 - 而在所学校的中国人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 - 所以老师也以此为题 - 希望同学啊 - 可以独立去思考 - 分组探讨一下 - 诶 你们是中国人 - 你们也有中国人血统 - 但为什么2014年的指数啊 - 中国是名列前茅的呢 - 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- 这后面的逻辑跟原因 - 还有如何解套 - 对吧 -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学术研究 - 结果许多中国籍的学生跟中国籍的老师说 - 这就是启示 -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嘛 - 有些人去了英国 - 去了欧洲 - 移民了 - 去读书了 - 长居了 - 永居了 - 还是爱党爱国 - 不许你讨论2014年全球努力指数的 - 中国存在的问题 - 讨论的就是负面 - 讨论的就是启示 - 近年来英国的大学收入啊 - 很大比例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 - 以2018年到2019年跟2021年到2022年的对比来说 - 来自海外学生的收入就从313亿英镑 - 增加到419亿英镑 - 所以在金钱的压力之下 - 老师暂时被停止了 - 大家都是明白人 - 知道说欧美的环境比较好 - 所以我要去欧美读书 - 我要去欧美拿永居 - 我要弄移民的方式 - 投资的方式 - 因为我爸爸 - 我妈妈在中国可能是赵家人等级的 - 有这个闲钱让我去洗身份 - 去洗这个学历 - 但是你又不敢去承认跟探讨中国存在的客观问题 - 讨论的就是启示 - 那你回中国读书啊 - 你为什么又出来 - 好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-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- 一定要把我砰锁 - 我是白小小姐的 掰